和欧洲人很难对话 我们是强调统 他们是强调分 中国人对民族和国家的看法 和西方人相比 是有差别的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 统一的泱泱大国 数千年代代相传 绵延不绝 这样的一个现象 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中国的环境 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 它就是一个半封闭 内向型的一个区域 这种环境 一方面阻隔了 这个区域和它以外的交通 另外一方面 它又保证了这个区域内 各个地区 各个民族之间 比较密切的联系 所以这以后两千多年 蒙古草原上这些游牧民族 它就像战潮的海浪一样 一浪一浪的 你看它往哪跑呢 就是南下到中原来 那么中国的东北三省 它再往东 就是大海 往北 外兴安岭 外兴安岭再往北 就是西伯利亚 都是无人区 它发展的方向 就是两个方向 向西越过兴安岭 进入蒙古草原 向我们的蒙古族 向南 经过现在的我们的山海关这条路 进入华北 中原温和的气候 辽阔平坦 这样的土地 丰富的资源和物产 特别是中原先进的文化 对它们有无限的吸引力 我们五十几个民族 从秦汉以来 两千多年 多数时间呢 都是统一于一个国家之中 这也是自古相传的 一种传统观念 造成的一个结果 古代 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 它只是一个地域的概念 中国的周围 就是各个诸侯国的封国 再往后外边 就是各个少数民族 我们的祖先用什么来称呼我们的国家呢 称呼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呢 那时候用天下 所以我们说在古代人的观念中 天下既包括中原地区 也包括四边的少数民族地区 天下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 这有一个传统思想 对我们有很深的一个影响 就是天下一统的思想 和华谊界限 这样的一种界限 逐渐淡漠的 这样一种趋势 宋朝的宰相司马光 他就说 如果你不能把九州 把天下把它统一了 你这个天子就没有做好 一统天下 是中国几千年 历代帝王 他认为他自己的责任 另外一个 我想讲的 就是一下一体 四海一家的思想 我们一直有一种 一下一体 四海一家的思想 而且这些思想 也成为统治阶级 制定政策 它的理论依据 所以这样 几千年来 多元一体的这样的思想 就越来越深入人心 这是我们中国 在民族问题 这个思想传统上 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到了1840年以后 联合抵御 外国 帝国主义 这种抵御外武的 这样的一种 共同的命运 就使中国各个民族 形成了中华民族的 这样的意识 中国也就代替了天下 海内 代替了各种王朝的名称 成为各民族 共同的国家的名称 古代中国和西方的 这些帝国 明显不同的一点 是自古以来 各民族 各个地区 之间密切而互相依存的 经济的联系 形成了一种 自然的凝聚力 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是几千年来 四边少数民族 都向中原发展的动力 也是中国各民族之间 关系密切的一个基础 中国的政治制度 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 它是多元一体的 一种政治制度 也是保证中国 几十个发展既不平衡 经济文化 又有很大差异的民族 能够长期的统一于 一个国家之内的 重要的一个原因 它的特点就是 当地少数民族 世袭管理 内部事务 中央不过问 原有的风俗制度 一概保留 说中国在民族 和国家的关系上 是多元一体的传统 可是欧洲呢 它是多元 多中心的传统 罗马帝国崩溃以后 到现在 一千五百多年 欧洲基本上是一个分裂的时期 没有统一 这就造成了欧洲各国多元 多中心的传统 欧洲这个国家观念 它是一种民族国家观念 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以后 它一直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 所以它就形成了欧洲人 民族国家的这种地缘政治和国家形式 形成了欧洲人的民族与国家观 它们更多强调的是民族国家 这与中国历史上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完全不同 可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冷战结束以后 全世界范围就出现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浪潮 冷战虽然结束了 可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 它利益冲突没有结束 冲突的热点就由过去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 让位于民族之间的冲突 或者宗教群体之间的冲突 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的冲突 政治的斗争 如果在全世界范围来对比 我们中国的民族关系是好的 但在他们对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少数民族 边疆地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 和中原地区的关系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解释呢 他们有一种理论解释 在西方比较流行的 他们就用西方国家原来和他们的殖民地的关系 来比喻中国的内地中央政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他说中国是内部殖民主义 这个理论在西方很流行 那么最后呢 我们对于如何看待民族观念和国家的统一 我们有一点总结性的反思 第一点呢 我们就是说怎么来看民族分裂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有不到200个国家 190多个国家 全世界的民族有多少呢 2000个以上 只要有一半的民族要求建立独立的国家 世界就没有宁日 那么第二点 历史的经验呢 告诉我们 民族观一处理的好 国内的社会管理运行的成本就比较低 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效率就比较高 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比较强 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就能良性的发展 这样所有的民族都能够分享经济发展 国家强大带来的成果 如果民族矛盾恶化为公开的冲突 公开的分裂运动 那就会使整个社会陷入风崩离析 而且还可能导致外敌的入侵 就会所有的民族都会保偿政治分裂 经济衰败带来的苦果 一般的来说分裂只对少数野心家 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有利 那么对草根民众没有什么好处 可是利用民族情绪利用民族主义进行社会动员 是成本最低最容易发动的一种社会动员 因此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少数精英 为自己磨利益的一种政治工具 这是当前的很明显的一种现象 最后一点 我们对民族国家的观念和欧洲人是不同的 我们中国人应该珍惜和继承自己的历史传统 也就是多元一体的政治传统 不要为所谓民族自觉 民族国家这样的口号所迷惑 继承我们的传统 更快地建设好我们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 的确民族问题由来已久 这其中有历史的复杂的遗留 也有沟通上的观念错位 某种程度上讲 我们每个人都会属于一个民族 而我们又都是中华民族中间的一员 我们应该是平等与互信的 那么如何更好的沟通协作和共同开拓 这些问题都应该处于积极的探索之中 这些问题都应该处于积极的探索之后 我们的统一切都应该处于积极的探索之后